桃源市长郑文灿主张石门水库专攻桃源引发讨论 今天郑文灿针对水资源议题在说明 希望板二计划赶快完工 让石门水库减压 石门水库与翡翠水库互通 桃源市长郑文灿说 预算高达163亿元的板二计划早一点完工 让双北供赢翡翠水 那这个是朱立伦县长当时的主张 也是后来行政院的经济部的政策 跟我现在的讲法也一模一样 那我想我们无需要在这问题上去争辩或口水 水资源共享石门跟翡翠联通 让北桃之间能够同时享受有水源 桃源市今天是自来水实施公五亭二的第二次停水 桃源市长郑文灿表示 因自来水公司执行能力很差 亭二的策略造成很多不方便 48小时附水都变成60小时 甚至72小时 优先照顾桃源的用水 跟我们产业的需求 那重点是 他这个公五亭二的策略 他无法彻底执行 我们要求 这个自来水公司改成公三亭一 郑文灿说 希望跟经济部协商改成公三亭一 这样对民众的生活影响最低 限水的考验 仍有待后续协商 新唐二台电视 胡淑霞 张年杰 台湾桃源报道